我的分析呢就是看到是一个羊瑶在中间 下挂的中间然后上面全是阴瑶 那就是羊瑶呢是统领所有的从下到上的这些对阴瑶 是我的理解是诗是这么个意思 但是不一定对呀是不是 呃还是很对的啊 这个诗挂就是这个意思 那下边的是一个呃这个叫写上吧 这叫九二嗯 九二九是羊的一个意思 二呢是代表它的一个位置 位置从下面上下面手叫初 初摇二摇三摇四摇五摇这个叫上 对对这代表一种时空的一种一体性 既是时间又是空间的概念啊 也代表代表的事物的开始到结束 初是代表是开始 这个上呢是代表是结束 一个是空间一个时间概念 代表时空一体性 嗯 这是代表的这个是易经能占卜的一个原理 它本身这个挂里面既有空间有时间嘛 所以我们占卜呢 或者说周一讲易理的话 就是正确的时间发现你正确的性质 你在你正确的这个 呃 时间里面干正确的事就这么一点 所谓的时位嗯 我写一下吧就是 这个叫时间和你的位置 嗯 这个位置怎么体现呢 就是你的阴阳的一个性质是什么 你不见他做这件事肯定 一个一个行为没有绝对的一个对错 他得把这个行为放在什么时间点上 嗯 嗯 这个一个挂里面我们都要知道这个概念 比如说这个叫九五 说不多哈 嗯 这个叫九五 就是那个九五至尊的那个九五 这不叫九五了 因为这个是阴阳 这个六五 嗯 这个五阳往往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阳 嗯 对 它跟这个呃 一个挂呢 分为上挂和下挂 上挂 上挂是上面三个阳 下挂是下边三个阳 这个阳和这个阳是硬的嘛 这个是呃 这个这个五这个位置呢 是上挂的中间中间阳 呃 中间就很重要了 对 那下挂的这个 这个阳呢 这二阳呢 也代表的是下挂的中间阳 所以他们俩有一个相应 嗯 嗯 那这个是 本身这个这个位置九五至尊嘛 它是代表是尊位 嗯 现在这个尊位呢 它本身是阴的一个状况 嗯 那为什么呢 就是它自己是不主动出击的 嗯 施卦不打仗嘛 对吧 嗯 它不是自己主动出击的 他就给了九二 那他把他这个这个 这个能力给九二了 九二跟他有个相应 哦 啊 所有的所有的能量都在这 嗯 嗯 啊 那那他那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 就是一个 嗯 嗯 临时受命给他最大权力的人 嗯 那咱们要去打仗去了 嗯 要去打仗了 这个 就是君王啊 武遥 把这个权力受给了他 让他呢 去 统帅三军 嗯 变成最高统帅了 嗯 就是意思 所谓这个是 呃有打仗的意思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众人依附 就是 啊 就帅众的一个意思 就是大家愿意跟着他的一个意思 嗯 跟彼的那个性质啊 这不是下一下一挂是彼吗 嗯 我们讲诗和彼吗 彼的一个性质不一样 因为 这个彼呢是upside down 就是这样 嗯 对 它就变成主谣了 嗯 这个就变成九五谣了 这个谣变成九五谣 九五谣就是理所应当的就在这儿 嗯 也就是说所有人就应该跟着他 嗯 嗯 它是一个 恒定的一个状态 你知道吗 它不需要谁给我授权 谁给我授权 上帝给我授权就可以了 嗯 那这个呢 施挂是 临时授权的 临时授权 对 我跟你授权你现在 去做这件事情 众人要跟着你做 嗯 领导就是 怎么说呢 给你这个权 临时的给你这个权利吧 嗯 也讲清楚了吧 这是一个 诗挂和笔挂的一个区别 嗯 它们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 嗯 很有意思 对 我把这个笔也写出来 很有意思 对 笔挂 对 然后这里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诗啊 你说这诗挂就是这个兴师啊 啊 然后那诗就是这里这个 一路易传也写到这诗是军队啊 就是诗的一个军队的一个人数的最大的这么一个级别啊 他是说的啊 指挥 他是指挥权可以代表一个军队师 应该是这么说的吧 嗯 是吧 师长吗 对 师长老大了哈 师长就是师 这是人呢 就是上面就是军上面的师 这个打仗的带领这么一 这些人群 然后这是带领一群人 还有老师呢 也是这个师 也是老师在知识上要带领一群人 对对对 这是就是这个师的解读 那这个师的话呢 怎么能够怎么和这个 圣经联系呢 这就我来给大家解一下吧 嗯 首先呢 这个人家说老师老师 谁是真正的老师呢 这圣经你说呀 这个谁都不能够称自己老师 谁也没有资格真正的称是老师 就是谁是老师呢 耶稣是老师 那这也是有理解他的道理啊 有他的道理 他教给我们就是 新的一套 新的一套道理 嗯 新的一套道理呢 就是老师 这么来理解 然后呢 既然如果是按着这个 把卦序和 新约 这么 这个新约的故事发展 联系在一起的话 那就 上次讲到耶稣说完门徒了 下一步该什么呢 他就带领大家就是 去 去做事了 嗯 去做事了 受洗悔改 医治赶鬼 对不对 最后呢 最后呢 最后他才走到了耶路撒冷 为大家赎罪 他是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 他是 收徒弟了 收徒弟这个 教教会了 这也是 他是 作为老师的开始吧 很冷的 好了 好